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一個質量原尾M 這個M的物體 以這個動能E 接近一質量E為M 這質量也是M 鏡子的物體 而做正面之彈性碰撞 當兩物體距離大與低的時候 是沒有作用力的 當距離不大與低時 它們的互刺力為F 這兩物體最靠近的距離為F 我們現在先做一般性的討論 就是說它們靠近以後有排斥力 互相靠近的時候有排斥力 那有排斥力以後的話 它給它的作用力往這邊 那它往這邊靠近 因為它兩個互相靠近 所以它給它會做護功 通的道理 它給它也是排斥力 它對它往這邊靠近 所以它也是給它做護功 那做護功以後兩個 它的動能就會減少 就是做的護功我們叫 ε 4 ρ który Δw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2 這個是2對1的中立 2對1的中立 到底多少呢? 它的位移 ΔR1 加多少呢? 加這個F12 12就是1對2的中立 F12就是2的位移 那不知道中立等於反中立嗎? 那我現在假設 我現在由1來看2好了 由1來看2的話 那麼這個 這個我令它叫做F 我覺得它們之間互相中立 是排斥力 這個如果是F的話 那這個就是等於-F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F就抽出來 F抽出來以後的話 多就多少呢? Δ2-Δ1 就是等於Δ2-R21 它們相對位移的變化 21 好,那因為它們是在直線上作用 在直線上做運動 如果強烏作用的話 F的方向 就是說 你站在1來看2的話 那個 這個什麼呢? 2對1往這邊移動 2對1的話 沒有 2對1的話呢 是往這邊靠近 往這邊靠近 但它作用力是往那邊嘛 所以這兩個方向相反 所以事實上是等於-F 乘以那個Δx Δx就是它靠近了距離 -F呢 Δx就是它靠近了距離 好,那我們現在 這做的功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整個系統的動能變化 就是等於總動能 扣掉什麼呢? 扣掉這個直線動能 直線動能 我們用I代表 好,那總動能扣掉直線動能 事實上就是內動能 這寫錯了 應該是KC 總動能 扣掉直線動能 因為整個系統的話 直線速度不會變 扣掉直線動能以後 這個就是內動能 內動能 那內動能有個公式 整理2分之1多三呢? 2分之1μV2 的平方 V2的話 就是它一開始的相對速度 它一開始靜止嘛 它一開始相對 它一開始的速度是V 它一開始靜止 所以它相對差的那個相對速度是V 所以這是V 那縮減質量的話 是多少? μ的話 是等於M1 乘以M2 除以M1加M2 因為這兩個資料都一樣 所以這是2分之1多少? 2分之1m 縮減怎樣是2分之1m 所以這個上次等於2分之1 那乘以V平 那乘以多少呢? 2分之1m 那乘以V平嗎? 等於這個 那這個的話 2分之1mV平呢 就是它原來的動能 就是E 所以是2分之1的E 所以2分之1 因為它這個損失 本來應該是EKC 就是說 它靠到最近的距離的時候 它的動能是這個 一開始的動能是這個 所以應該是寫成什麼呢? 寫成這個 寫成它的動能變化 DETA 這個實際上是等於DETAEK DETAEK 動能變化的話呢 就是等於EKC 直心動能減掉總動能 這個實際上是等於負的EK 內動能 所以應該是加個戶號 加個戶號 那加個戶號以後 所以我曉得說 它的那個 相對位移 相對位移 是等於2E 負乎得症 這個是2F 分之1 分之1 然後它 就是說 當它距離是低的時候 開始作用了 開始作用 然後的話呢 它 吃掉多少動能呢? 吃掉這麼多動能的話 它的位移是這麼多 它靠近這麼多距離 所以它的那個最接近的距離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是 一開始作用的那個距離 扣掉什麼呢? 扣掉它的那個位移 DETAEKC 所以這個是等於D 減掉多少呢? 減掉2F 分之1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1 答案應該要選1 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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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